嘿,Roberto Roberto 王老闆很像印度 很像狗南洋斯里拉嘎的印度 有小房间,特别像印度 斯里拉嘎很像 现在我们要去的是一个studio 据说在多米尼克市有很多好莱坞的片子都在这边拍过的 例如有著名的教父 那是最出名的 然后还有是第一滴血的第二集 然后加勒比海盗 祝罗纪公园 生死时速 好多片子都在这边拍的 多米尼克政府也是为了吸引外国人来这边来拍摄 也是刮了血本 建了这些那么大的studio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 各位观众 接下来就是 剧组不让 不可以公布的部分了 那我就省略这些fitting 时装啊 还有一些细节的东西了 抱歉啊 因为我签了DNA 所以我不能透露更多的细节 那我就大概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大概的样子看一下 crazy啊 crazy crazy 分期了 啊 肤炎 飞ning式装啊 这些啊 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就结束了 那还很早 后来我就说我要去啊 买一点超 toda 买点东西 啊 顺便看一遍 原来在我住的那个地方 其实都是渡假的酒店 就没有什么超市 然后司机就带我进了一个小城 叫做Sampadrio 带大家看看 你看这个地标很有特点 那个四字角 像一个圆规一样 上面又是欧式的那种圆顶尖顶 进了城里面完全就不一样了 那个街道也变小了 然后交通也有点乱 然后就是大家任性 车开车都是好像感觉没有那么有规矩 挺有趣的就看一看 这个也有一些传统历史一点的这种建筑 这个海水看起来好像是那种 入海口这样的 是特别漂亮 然后有些小工厂 有些这种厂窟的建筑和老建筑 这边人还是没有那么多人要到市中心 开始车多了 你看 交通就 超市到了 市集告诉我 这个就是应该是这个城里面最大的超市吧 应该是 那待会我就进去逛一逛买点东西 下期视频的话 我就让大家看看里面的东西有什么 卖的价格怎么样 这个 好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订阅和点赞哦 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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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